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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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 我爸媽帶我跟我姐 然後我們到戲院看了 我的左腳 Daniel Dan Lewis 第一次看電影然後你看到所有人站起來 我就覺得為什麼我要站起來呢 然後爸爸就趕快站起來 唱國歌 然後就站起來 然後那時候是小朋友 前面可能坐大人 就一直看不到一直這樣子 我拍的第一部電影 是給我一隻貓 就吳米森導演嘛 他的方式其實是很自由 他是完全freestyle 然後他也不會告訴你你要做什麼 然後他說你們這群人就坐著吧 然後就開始聊天 我們就亂聊聊聊聊 開始拍了 對 他就不知道怎麼辦 他就啊咖 這是我第一次的影響 然後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對我來說 每一個角色 每一個故事 即便角色性質 或是個性雷同 但是對我來說都是第一次 每一次都是新鮮的 每一次都是有趣的 每一次都是可以學習的 然後每一次也都會是快樂跟痛苦 我覺得拍的最痛苦的 應該就是女朋友男朋友 我在裡面的角色 他其實是非常壓抑的 我完全不知道要用什麼方法去 靠近角色 然後去理解角色 我只能把自己硬塞進去 導演那時候說 我不希望你太放出來 可是我明明已經很難過了 我真的很難過 但是我就一直忍著 忍著忍著 在最後最後看新聞的 喊了咖之後 我自己一個人就 跑到廁所裡面 就失控了 那樣的感覺其實是蠻恐怖的 我覺得就是 哇這 這不是我的人生 然後這不是我 為什麼我會有這麼強烈的感受 某些電影就像照鏡子一樣 你會看見你自己的生活 你會看見你自己的狀態 然後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有 有那麼一刻 或者是那麼幾天 你會停下來看看自己的生活 看看自己的樣子 所以 嗯 電影